聚焦來看2024的總統大選 在民進黨內被看好 有望來攪招大衛的副總統賴清德 他的副手到底會找誰來搭檔 民進黨北市議員王世堅就點名了 說駐美代表騷美琴就是最合適的人選 不過賴副總統被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只有哈哈兩聲沒有多做回應 出席馬來西亞之夜新春團敗 副總統賴清德致辭不忘再提台灣 爭取加入CPTPP的議題 目前政府也積極的爭取加入CPTPP 除了邀請包括美國 包括日本 包括馬來西亞等會員國對台灣予以支持 努力讓台灣走向世界 副總統賴清德展現高度和格局 他也被看好有望代表綠營 角逐2024總統大選 賴副你副手會最屬於蕭美琴嗎 被問到副手人選賴副總統笑了兩聲 沒有證實留下想像空間 不過黨內力推這位很適合 個人也是認為 你也是認為 蕭美琴是最適合的 他大概也是心理也是屬於蕭美琴 現任駐美代表蕭美琴形象能力俱佳 北市議員王世堅點名賴蕭沛 是目前民進黨內黃金搭配 不過畫風一轉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日前率內閣總辭贈送茶葉 附上小卡片寫著人生就像茶壺 王世堅也酸了兩句 不是只有你是茶壺拜託 兩千三百萬人都是茶壺 那你一肚子剩茶喳 別人也是一肚子剩茶喳 這有什麼好在那邊討情分的呢 我認為他腦袋裡面都是那種 過去強人統治的遺毒啦 王世堅對民進黨的愛之聲 澤之切雖然曾經引發黨內基層反彈 但他不怕當出頭鳥 維持一貫敢說敢言 記者林先生 蕭玉先生廖新宇台北報導